專屬本業跟本業不一樣 你知道嗎? 5% 不不不,本業非本業還有一種叫專屬本業 專屬本業有5%還有2%的 2%的 我重講一次,本業銀行保險的本業叫5% 專屬本業呢,叫2% 例如說信託業 賣基金,銀行能不能賣基金 可以啊,銀行賣基金的是2% 那叫專屬本業 在保險叫1%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去查 本業、專屬本業跟非本業 三種,非本業一定是5% 本業有分,金融保險是5% 信託2% 信託的本業就是2% 好,那我們回來 我們要回來前面第三頁一開始 我們來看一些些調整 來看一些些調整 你看第一題,先看看題目 這要做調整 4月15號收到客戶 雜誌的訂閱金18萬 然後,圍期一年半 收錢的時候代預收 所以全責基礎嘛 收錢的時候代預收 同年的7月1號呢 預付了1年的保險費 並以保險費入帳 先時 預收,預付都是先用時帳或入帳 年底沒有做調整會造成怎麼樣 那你要先看,年底怎麼調整嗎 年底要調怎麼樣嗎 可以齁,我們先來看第一個4月15號 這個叫做X9年的4月15號 4月15號呢 發生了一筆錢 一年半的時間 這個叫做預收 這個叫做預收什麼的 這叫預收什麼的 但我知道它是負債 收了多少?一萬八千元 一萬八千元叫做一年半 一年半叫做18個月 我得到了每個月的預收租金 那個叫做訂閱金 訂閱金每個月應當叫做一千塊錢 一個月叫做一千塊錢 我年底應當調整的 在這邊 12月31號差9年 我要做調整 調什麼呢 以後到底還有多少預收訂閱金 到底今年有多少訂閱金收入嗎 這裡到底還有多少收入嗎 我今年應當成了多少收入 到底我還有多少預收訂閱金嗎 來看 這樣子多久 這好難 8 8.5個月 這叫8.5個月 所以往後這邊還有9.5個月 一個月叫一千 這邊叫做8500塊錢 一個月叫一千 後面叫做9500塊錢 所以你看 你年底是不是應當寫出收入來 你一開始寄付債嗎 你年底的時候你站在這邊要調整它 當你人在這邊 站在這邊的時候是不是要調整 調整什麼 寫出收入來啊 把你當初寄的負債 18變成95啊 結果你收入應當寫85沒有寄 所以收入少寄嘛 收入少寄 今天少寄嘛 解決一個 下面那個 下面那個叫做預付保險600塊錢 同年的7月1號 所以同年的7月1號這邊 差9年的7月1號 這邊有個預付保險叫做600塊錢 我們有個叫預付 預付什麼的鬼的這樣子 叫A資產 600塊錢一年 600塊錢一年 我把它除以12個月 我可以知道 每個月保險費50塊錢 對不對齁 每個月保險叫50塊錢嘛 好再來 年底要調整的 差9年的12月31號 你要調整 調什麼啊 往後還有多少預付嗎 今年已經變成多少保險費嗎 圈圈費用嗎 保險費用嗎 多少保險費用嗎 以後還有多少 預付保險啊 還有多少 預付保險費 這個資產啊 所以要把它分好嘛 一個月50 7月1號到這邊 剛好6個月 所以往後還有6個月 6個月剛好一半叫做300塊錢 300塊錢 所以你想 你原本計資產 到了年底資產只要300 資產應該減少300 到了年底應當要有費用300的 卻沒有計到費用300 所以費用少計 對不對 費用是不是少計 費用少計盡利就 多計嘛 所以你會發現收入少計 費用少計 費用少計 這兩個 好寫下來好了 我們知道收入減掉費用 得到的叫做盡利 兩個錯誤 一個叫做收入少 一個叫做收入少 這個少了8500塊錢 我知道這個少8500 造成盡利少8500 再來第二件事情 費用少 這個地方少300塊錢 我知道盡利就多了300塊錢 有看到嗎 所以總共 他問盡利嘛 對 造成盡利低估 我們的盡利 還有低估叫做8200塊錢 這個是答案 所以答案是B 盡利低估8200塊錢 在下面叫做櫻負 下面叫做櫻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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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叫櫻負 下面叫櫻負 那我們先來看櫻負 你有沒有覺得看了下面例題 就不知道怎麼動手 它很簡單的你知道嗎 你看看題目 那我做給你看 醫學生分享的經驗 在寫生論題的時候通常都是 看到題目都是 不知道怎麼下手 然後呢 就看了手錶的時候就發覺 挫手不及 要收考卷 因為你通常寫選擇題先寫對不對 寫完了就寫那個生論題就不知道怎麼弄 就開始亂白有沒有 然後算就算了 會計又這樣子 只要他答案要的叫做100 你算101就不對 你知道嗎 對吧齁 就是這樣 他不像生日報15 還可以亂掰個幾個 營業稅法怎麼樣 然後呢 幾倍幾倍這樣子 稍微掰出個重點就可以了 這不能掰重點 他要100的答案 你寫101就不對 因為他算出了個答案來嘛 所以我跟你講 你遇到這種會計的題目 你就要好好的仔細 然後呢 那麼多的數字裡面 那麼多的資料裡面 你看過之後呢 你覺得你在這個地方 例如這一段你得到什麼東西 知道什麼東西 在這邊做個助記 你說得到這個東西 這邊資產沒有寄到 就這邊寫一下 做一些小技巧 例如說 生報15通常會考一大題 叫做綜合所得稅的計算 那一大題耶 哇一大題配分就是20分30分 35分最多一題 那你怎麼辦 一樣啊 你在讀哇 誰啊 那個A跟B 有小孩子 有爸媽媽扶養什麼 有沒有 這邊看到什麼 這邊算出來免稅有多少 寫個免 然後呢幾個人 八萬五 然後呢一家三口三個人 然後還有70歲以上 家計二分之一 有沒有 一大堆這些東西 就這邊做個草稿 做完草稿之後呢 才看他要什麼東西 然後呢慢慢的寫出來給他 因為通常看了那個題目 一大堆你都不知道怎麼下手 就你看到的東西 你在這個地方 這段看到什麼東西 做個小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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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他要什麼東西 再開始搬利所需的 把它聯想起來 不要 通常一看到題目不知道 都措手不及 都不知道怎麼懂這樣子 所以慢慢的來哈 題目慢慢的看 時間一定夠的 好 來我們來看到第三頁 下面第二題 他說賈銀行開業 雇用人 二十人 員工因為差八年的服務 而享有三百個休假天 這二十個人享有三百個 不是一個人享有三百個 我的媽 一年做六十五天 太爽了 該休假是記得 而且可以累積的 也就是說今年沒有休完 明年可以休的意思 再來 差八年呢 薪資每個人一 叫兩千塊錢 有十名員工呢 在年底的時候 修了六天 所以代表已經修掉六十天 你感受到嗎 十個阿修六天阿不是修了六十天嗎 修了六十天的話 所有的天數叫做 叫做三百天 是不是修掉六十天 你欠給員工的 休假 休假是不是還有兩百四十天嗎 你可以感受到這個概念嗎 好 再往後看 其餘呢 取得的休假日 都在差九年的時候使用完畢 請你看這兩年的應當付的 這兩年的薪水分別是這樣子 我們先做薪水要付的七十二萬 這個叫做差八年 差八年要付的薪水 年底應當付要付的 年底應該要付 而沒有付的薪水 叫做薪水代應付薪水 薪資支出 代應付薪資 當然你付的錢就代現金 那是差八年叫七百二十萬 這樣解決了一筆分路 這是沒有考慮到休假 你應該付給員工這麼多 對吧 你要付給員工這麼多 如果付錢那就代現金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付錢 對不起 全年支付 OK 那有現金 因為他說全年支付 有付錢 有付錢 所以我要改成現金 不好意思 這是有付錢的 所以是現金 他說全年支付 全年付了這麼多錢 叫七十二萬 這差八年 再來 員工沒有休假的 你要不要承認你的薪水 要啊 正常是要這樣子 知道齁 但是有些公司 你沒有休完 明年就不見齁 你考慮清楚 有沒有 就連那個加班費都不把它弄給你 那加班費就是員工的薪水嘛 所以這樣子 我們來第二個要承認什麼呢 薪水應付薪水 這個是 就是應當給員工休假 而沒給員工的休假 這個叫做應付員工的休假給付 隨便 你看你代表要寫什麼科目 就是應付員工休假給付 就是你要付給員工這什麼東西 沒有印心一定要講這個名字 應付員工休假的給付 新資支出 這是員工未休的嘛 他沒有休你要付錢給他的 齁 因為他可以累積啊 他可以累積 好來估多少錢 來開始看這個 這個估多少錢 有300天 一天叫做兩千塊錢 對不對 一天叫做兩塊塊錢 正常來講要給這麼多 沒有休假嘛 可是在12月份有員工 10名休了6天 那是要把這10名6天減掉 10個人休了6天 一天兩千塊錢 已經休掉了 就不用付給他了嘛 沒有休的不是要付給他嘛 這樣的齁 所以等於是這樣 60天 300天減掉 60天乘上一天兩千塊錢 就是你應該付給這個 員工的薪水嘛 應當付而沒有付的 明年你要修 你修完就沒有了嘛 那修的時候怎麼辦 例如說明年休假 那就把這充掉嘛 如果明年全部修掉 那把他搬到借方 帶薪水就不見了 但是年底還是要掛這個帳的 應付而沒有付嘛 應付而沒有付 那這個乘出來是多少 240乘上 兩千的話 這叫做48萬 48萬 薪水數48萬 240天乘2千 48萬 可以喔 所以48萬 應該付的員工 休假幾付是48萬 這樣可以齁 再來差9年 差9年 這叫差9年 12月31號 差9年再產生應該付的薪水 叫做八十萬 八百 八百萬 借八百萬 帶八百萬 對 他自己跟我講說 應當全年付的薪水 叫做八百萬 齁 結果你有沒有看到第三行 聽不聽這樣 他說差8年的休假 這個叫差8年休假 員工通通在差9年使用完畢 什麼意思啊 這通通沒有了 通通沒有 通通沒有你自把把這個都充掉 你沒有在欠他了嘛 他修完了嘛 反過來就不見了 可以齁 所以就這麼做 把他反過來 借應付員工薪水 帶薪資支出 把他反過來 480萬 4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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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修一半呢 那就反過來一半嘛 那修三分之一呢 就反過來三分之一嘛 衝掉三分之一 這反過來不就是要衝銷嗎 啊他修完了 你就把他衝光光嘛 啊他修一半 你就把他衝一半 這樣懂得意思齁 所以就有 應付員工休假給付 應付員工休假的給付 薪資支出 這樣子 好 那這裡他講說全部修完 所以全部修完 你就把他反過來 這樣子 好 那這裡他講說全部修完